我們剛剛講到重要一個哈薩克 跟莫斯科當然有些矛盾 那當然呢 其實雙方的關係也是很好 那另一頭我們看到 這個習近平 記不記得2022年9月14號 在這個疫情解封之後的 第一次領導人的出訪 就給了哈薩克 然後習近平當時落地的時候 有沒有雙方都還是戴著口罩 哈薩克總統親自迎接 習近平在現場就說 疫情發生以來 這是我首次出訪 我就選擇了哈薩克 有沒有 彰顯中哈關係的高水平 跟特殊性 體現深厚的情意 那另一頭我們看到 這次峰會 其實現在可以說是 北京的外交黃金州 元首峰會的黃金州 你知道習近平忙翻了 昨天我們不是講到了 東非國家惡力垂雅嗎 對不對 對於這麼一個 這個經濟量體很低 然後這個也不算大的 一個這個國家 習近平給予高規格的 國事訪問大頭陣 接下來還包括什麼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塔吉克 烏茲別克 都是國事訪問 你知道國事訪問 那一整套下來 真的滿累的 從人民大會堂 什麼接見 什麼二十一響禮炮 什麼教育部隊 到晚上的國宴 一整套下來 真的是累翻了 所以你就知道習近平有多忙 跟土庫曼 不是這個國事訪問 是雙邊會晤 然後十八號十九號 就是明天開始兩天登場在西安 當然西安是古都啦 大家知道彭麗媛也會來 習近平夫婦兩人會為這五五國領導人的夫婦 夫婦都到齊了舉行別具特色的歡迎儀式晚宴極度盛大 另外這個西安也開通了土庫曼跟塔吉克的航線 有沒有 在此之前航線全覆蓋 還有哈薩克跟中國 還有免簽的一些協定 相關的文件草案 早就已經公布了 一個星期六個元首訪華 真的是忙到炸 帥將軍 因為爾特利亞先開了一個例子 最窮的一個國家受到這樣的接待 其他國家是不是育有容顏也去了 我想各位在這邊 誰挖誰搶腳都搞不清楚 我把這個歷史梳理一下 中亞這幾個國家其實跟中國早就有關係 唐朝設立都互服的時候 這些國家都是中國的附庸國 這是第一個 元朝的清查漢國也是統領的這一個地方 只有沙皇攫取的時候 把這些國家統統攏在一起 為什麼俄羅斯叫蘇聯 它是16個聯邦國家 把這16個你念一念你就懂了 今天這個C5加1就是6個國家了 然後你再看這個烏克蘭戰場上 你再數一數 包含這個羅馬尼亞 愛沙尼亞 波蘭 芬蘭 立陶宛 匈奴 白俄羅斯 這些當年都在蘇聯的聯邦裡面 二十大戰這些國家都替蘇聯抗俄 抗蘇 抗這個德國立下汗馬功勞 二十大戰完了以後 蘇聯玩什麼把區讓這些國家離心離德呢 那時候毛澤東運運幾百糧食去換到誰啊 俄羅斯把這個捷克的拖拉機給你 他在中間兩邊搏血你知道嗎 所以這些附庸國在二十大戰以後經濟不好 然後被俄羅斯這個壓榨 所以再看到西歐的繁榮 才會有烏克蘭才能五次東擴 這些國家通通跑了 那剩下一天沒有跑的就是中亞這些國家 因為地理位置 跑不掉啊 跑不掉 跑不到這個西歐去 就長在那裡 所以這個時候 中國再去找回這些老朋友 我講一個故事你們都不相信 唐朝的四人李白 哪裡人 特殊人 特殊人在哪裡 就在吉爾吉斯 那是安息都戶府 對嘛 安息都戶府裡面很多這些國家 五湖亂華 這些湖人都到中國 融入中國的血統裡面 所以今天習近平回過頭來 把這些國家招回來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中國大陸有基礎建設的實力 有投資的實力 剛好俄羅斯垮下去 這些國家怎麼會不受吸引 給哪兒需要 當然需要 美國鞭長莫及 你來一次訪問有什麼用 中國大陸把鐵路蓋過去 對不對 投資蓋過去 你的礦產我買 誰由誰裂看得出來了 這個不要講說誰挖誰了 俄羅斯 蘇聯跟中國大陸不是沒有矛盾的 所以以前就是卡這個卡那個 現在是利益未來要靠中國的階級了 慢慢放寬了嘛 所以中國這個時候趁機向這邊 向西闊那是合理的 而且順理成章的 而是勢所必得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歷史這樣一看 跟現實的條件比一比 人沒有跟錢說不過去的 對不對 那這些國家為了自己的發展 你今天講 他有很多勞工是在俄羅斯匯款 對不對 你在看台灣以前不是越南勞 印尼勞 菲律賓勞 等到他們經濟起來的時候就不來了 現在已經有這個趨勢啊 將來 中國大陸的經濟投資讓他經濟繁榮了 那才是跟俄羅斯就徹底脫鉤了 自己國家有工作做了嘛 何必去當外勞 這個你看印尼現在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越南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菲律賓也是這樣子 這個 所以我們看往後看 中國大陸經濟只要起來 經濟霸權起來 這些國家勢必要符合的 一定符合的 好這個 所以我說看新聞事件 我們除了多點看各個事件之外 這個帥將軍特別給大家補充了歷史 從歷史的書裡來看就很清楚了 韓濱你也談一下啊 談一下這個中國大陸 在這個禮拜可以說是元首黃金周啊 那我們看到從這個惡力垂涼 我們昨天有特別大談了這個國家 雖然他的這個國力 這個又小又窮 但是中國大陸怎麼樣 國勢高規格的接待一整套下來 21槍禮炮 完全沒有這個落掉 那另一頭 此刻馬上這個G7也要召開了 所以對比非常強烈 我們看到所有媒體都把它 中國中亞峰會 跟這個G7 兩個比較一下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現在就是新冷戰狀態嘛 所以各自拉幫結派 那大家各找各的盟友 然後互相跟對方別苗頭 那G7就是美國的主場 所以本來應該只是一個經濟的協議的 這樣一個會 他現在不要搞成制裁中國大會 我們稍後就會談到這個 我們稍後會談到這個G7 是 但韓兵你看 為什麼中亞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這麼重要 其實布林肯在二月的時候 就急厚厚的跑到哈薩克 也開那個C5加1 美國一定要 因為美國看出來這整個形式 就是因為俄羅斯的實力衰退之後 中國大陸就會進去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 那美國因為剛在阿富汗吃了個大虧 所以他在短期之內 他恐怕沒有辦法把他的實力伸展到那邊去 那他當然要想去辦法運用外交的方式 看是不是能夠擋一下就是擋一下 盡量把中國大陸擋在外面 可是沒有這麼好擋 因為光靠嘴巴是沒有用的 那美國現在沒有辦法給他們實質的援助 也沒有辦法讓他們靠 像中亞這幾國呢 過去一直都很想離開 只是因為俄羅斯實力太強 他們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現在剛好俄羅斯摔落下來了 那中國大陸的實力強起來 他們就趁這個機會 你看普丁過去是一直擋 不讓中國大陸把觸角伸過來 現在普丁擋不住 而且普丁現在也需要中國大陸 所以他必須要開一部分 但是俄羅斯說真的 受死的駱駝比馬大 他還是有一定的實力在那個地方 也沒有那麼好進去 只是先讓他們開頭的接觸 那對中國來講 他本來就已經在這邊經營很久 你要知道中國從什麼時候開始經營 從第一次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那個時候蘇聯在跟阿富汗打的時候 中國大陸負責幫美國 把武器運給阿富汗去打他們 其實每個國家各自有 各自國家的利益跟戰略 那所以現在形勢已經轉變了 他當然這樣做 那非洲這邊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 非洲剛好跟大洋洲來做一個對比 大洋洲是中國大陸現在勢力要進去的 美國急了 你看本來拜登這一次要去澳洲之前 還要先去巴牛 為什麼因為他要重新鞏固 他在大洋洲這些勢力 想要不要把中國的勢力擋住 那在非洲這邊換美國是個進攻方 因為他把非洲這邊丟掉很久 他現在發覺中國大陸在非洲要起來了不行 已經鞏固住了 他要趕快再去裂解 那所以對在非洲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現在變成防守方 也就是我怕你美國又進來搗亂 所以我趕快即使是一些 在國際上也許不是那麼強大 不是那麼重要的小國 他還是給他相當的禮遇 目的幹什麼就是繼續熔絡你 因為中國大陸在非洲已經經營好幾十年了 他絕對不會讓美國有可乘之機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個全球性的博弈 那美中互相各自在各自的地方 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所以接下來這幾十年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 過去冷戰時代的好戲 又會重新上演 我補充一點 就是剛剛秀芳問說為什麼美國 開始這麼重視這個中亞五國 其實我剛才有講到說中亞五國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它的地緣位置 可是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跟亞投行 解決了中亞五國最根本的問題 這就是剛才這個帥將軍所提到的 中亞五國如果大家看一下這個地緣位置 就是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他是想要把亞洲歐洲跟非洲整合在一起 這是美國無法容許的 今天美國之所以要發動美中爭霸 是因為這件事情如果一旦成行 那麼美國的國力將會大為衰弱 而且會大為被排擠出這個世界的舞台 所以你如果看地緣政治上 就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的這個陸路上 它三條路廊 其中有一條就是要過中亞五國的 所以美國跟這個中國大陸 現在等於是在中亞五國進行這個鞏固陣地戰 這是為什麼布林肯要去拉攏中亞五國的原因 就中亞五國如果願意跟美國站在一起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就受阻了 它有一條路線就過不去了 那麼可是如果沒有 那麼中國大陸就可以順利的通過中亞五國 中亞五國對中國大陸之所以有這樣的一種情感 除了剛才帥教授講的這個長期的歷史因素之外 當然還有利益的因素存在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一帶一路來說 中亞五國其實算是最買單的 因為只要有這一帶一路 中亞五國所有的原物料 它往西可以運到歐洲 可以運到了非洲 往東可以運到亞洲 對它來說它是絕對得到最大好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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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